作曲 李宗盛 这几句说话令你痛伤 新伴老人从未拍掌 我未忘记我有别人欣赏 我就是我决心坚守理想 无需要脏气 平凡都可有美 凌事天补海深 也要撑起 爱不需说道理 吸引口气突破冲开距离 仍是每天一点 爪转机 仍高贵是你 如何高胖想你 无论彼此身份 如强烈对比 总是根捷力疲 若有你就有惊喜 要不忍舍气 都幻加穿我来找你 去耀光集团的太子女 有钱?有什么好仇呢 所以说仇这件事 跟有没有钱是无关的 爹地 医生华 你耀光退热烧会很累的 乖乖地拍张眼睛 睡一会儿 我怕我合上眼睛之后 醒不醒 准你说这些话 是呀, 医生华 如果进化做手术 你就会康復了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乖子 姚小姐 我看你改那份合计 我觉得你让步让得太多了 照二叔的意思 手术之后 爹地在耀光大部分的股份 都会转给他 那对爹地太不公平了 姚小姐我们不能选择 我相信若不能满足 细耀生的要求 她是绝对不会 冒生命的危险救大耀生的 如果爹地和二叔 没有那么大的利益关系 我估计作为弟弟 反而可以很单纯地去救过阿哥 我想这个问题 连细耀生也很难回答你 那如果我们不能选择 唯一接受吧 是这样 你代我拿份计划给细耀生签 我会在外面等你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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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可没 这个是不是人质赫赫多的 嘩 你看这么说眼 straps 爸爸, 你幹嘛拍他? 爸爸不是故意拍他, 剛巧碰到 為什麼他那天不開心? 爸爸, 你又罵他? 你沒事了, 我幹嘛罵人? 我被他爸爸罵 到你長大了, 像姊姊姊 那時候你就知道 這個世界不只是爸爸疼你 我知道, 長完還會有Honey 你看得太多電視了 不是電視說的, 是沙姨說的 我特地買了這本 星小一功力給你 之前你買了一本給我 這本不同的, 這本天書很厲害 什麼都齊了 我知道你很緊張望仔 他快升小一, 你又喜歡這本天書 一定不會脫臉 謝謝你, 這本天書真的幫到忙 據我媽媽, 最好找女人回來辭家 媽媽, 剛才說完你身體這麼好 你這麼早就打算退休 望仔進入小學 太麻就無法招呼她的功課了 Pauline, 教功課了一點 不用分解我媽媽回來這麼嚴重 我也可以教的 再說說新姐最近才剛好 傷看完不用這麼快 這次這個不同 是學校的民怨, 樸素大方 是街口洗衣店的琴姐表會 琴姐說她一個人又斯文大方 又夠美女又乖 見下無懷而已 我也覺得見下無懷 既然大比數通過, 我順應民意 這裡的東西是不錯的 不過地方就不算好奇妮 我不是那麼介意無面的東西 其實吃東西和結識朋友都是一樣的 這個蔡小姐真是愈看愈好人 新頂這次撿枝很簽 還行, 你這個臭小姐上次 我這麼惹火, 這麼傻 你又選太太, 我一定會選這件 是呀, 這個好… 在學校做的 可以幫忙仔補習, 省多一筆 更聰明 你現在幹什麼? 你幾十歲人, 你沒見過女人嗎? 你每個人都稱讚好 哪有每個女人稱讚的? 我記憶中沒有稱讚過你這個女人 什麼? 什麼? 喝杯飲料… 我們還沒叫飲料 是, 新地哥幫你叫 暗中暢腹的, 你們看來看 千萬不要看得到這樣 蔡小姐平時喜歡去哪裡? 平時都可以陪伴家人 我和你一樣, 也有個感情很好的漫漫 放假就會去姐姐家裡跟兒子玩 她比你兒子一歲而已 是嗎? 保護你喝的豬扒包 全哥, 這位小姐是魚柳包 怎麼搞的? 替你換一句好不好? 不用這麼麻煩, 豬扒包我都適合 謝謝…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整個濕了 對不起 你怎麼做事的? 濕了一點而已, 麻煩哥沒事 你也濕了 讓我來…小姐, 你真是好人 謝謝你 我這樣也不生氣 是呀, 品性賢良 簡直是港女中的奇葩 可以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你這次你不要了 我撿死雞吵她 真好, 新的怎麼會逃跑 蔡小姐 不知道你今個星期六 或者星期日能否有空 我兩天都行 我今個星期請大家休息 謝謝, 別客氣 不好意思, 之前沒有告訴你 燒烤吃, 害得你沒準備 剛才的石仔路這麼難走 你還好嗎? 還好, 我休息一會就沒事了 我的雞翅已經熟了, 你先吃吧 我幫你燒吧 謝謝 雞翅是你醃的嗎? 覺得淡嗎? 我兒子有食物敏感 所以平時我處理食物 盡量不放味精、濃雞粉 吃起來可能覺得淡一點 那他發起起來會怎樣? 嚴重起來, 馬上跟他打救命針 我在學校也有見過學生打針急救 不過那支針頭很粗的 是呀, 遇上衣服也趕不撤除 要隔著衣服打進去 我們做家長 無論如何都會學會跟自己的小孩打 你在學校做應該會打 我做文職, 這些事不關我的事 未來的 得了嗎? 等一下, 很快 這麼久? 這部是菲林機, 沒有自動對焦 全都手動的 其實你不用擺設備, 自然一點更好 菲林姬, 現在還有人曬照片嗎? 你們嘗試玩吧 你去找個地方坐下吧 哪兒都不去, 走吧 好, 蔡小姐, 這麼快就走嗎? 你約我出來 我穿得這麼漂亮出來 見你也算是有點誠意 那你呢? 我真的想不到你這個人 一點也不浪漫 如果你不是這麼笨 下午約我出來燒夜吃和放風箏 而懂得在晚上約我出來燒光晚餐的話 我預早要和你發展, 沒點誠意 我就是有誠意才帶你來這裡 幹甚麼?想偷我容了妝, 真面目嗎? 其實我原意只是想找一個人 幫我一起照顧家 樣貌端正就可以了 在我的標準來說, 你是很美女 我是認真想和你發展 才帶你來這裡 這裡是我經常帶我兒子和我媽來玩的地方 我答應過我兒子 一有空放假就帶他來這裡放紙營 我真的很希望將來我另一半跟我一樣 會繼續帶他們來這裡玩 我兒子有食物敏感, 需要別人特別照顧 這個牌子做給我 請幫忙照顧我媽媽和兒子 我除了有兒子, 還有媽媽 將來我另一半需要幫忙照顧他們 這種生活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覺得很單調, 甚至很悶 所以我希望一開始就跟你說清楚 我知道你很孝順, 也很照顧你的兒子 但我想我做不到你身邊的人 我明白, 以你這麼好的條件 應該很快可以找到一個適合你的人 我也敢看 也希望你可以早點幫你的兒子 找到一個好媽媽 謝謝, 我送你回去 謝謝 謝謝 就是吃得吃飯, 洗手 是, Sir 這邊 新地兒為何會和蔡小姐一起吃? 是嗎? 第一天有人去外面 就約人下午去宵夜吃和放紙營 你說了, 這樣有什麼辦法不趕客? 媽媽, 難道為了哄人下午去宵夜吃 就約人去燭光晚餐嗎? 騙得有時不騙得一輩子 蔡小姐這麼好人 做一點點事哄人也很應該 爸爸, 為什麼不哄姐姐? 因為爸爸想找一個 真心喜歡放紙營的人陪我們一起玩 我想沒什麼女人真心喜歡放紙營 我呀, 我很喜歡放紙營的 阿姨, 你學了這麼久 我都不懂當紙營 現在我多學一、兩次就認識了 西柔先生, 這次的合約 完全跟隨你的意思做 二叔, 請你盡快簽署 你可以通知盧醫生安排手船 好 吃飯吧… 吃飯吧… 二叔 二叔, 你來拌海虎車 這是我親手做的, 你嘗嘗 謝謝 應該是爭, 難得你肯端骨髓給老爺 多謝 我從來沒懷疑過二叔 他是老爺的親兄弟 又是我姐夫, 他會記死不救 你說得這麼難聽 我何時也懷疑過二叔 不過說到底, 的確有點風險 那是我的親兄弟, 我怎會想他有事 真是很感謝你, 二叔 是呀, 二叔, 謝謝你 二叔 二叔, 吃一塊花膠 我親手燜的, 你夠不夠想 你怎麼會失手的 我經常叫阿孝 和你多多過來吃住家飯 Jasyn很忙, 經常掛念公司的事 每晚都要職業 一個星期 真的沒什麼幾萬人回來吃飯 我一個星期 都沒很多東西回家吃飯 二叔, 我也叫Ryan一邊跟你學習 一邊幫你幫忙 學做生意就不是臨急抱佛腳 二叔, 這個兒子裝備好自己 Ryan, 是否有事跟二叔說 是呀 二叔, 如果我有機會就讓我嘗嘗 我也想跟你學習 二叔, 你明天要入院做手術 我問過Dr.Lo, 雖然只是捐骨髓 但做完手術你也要休養一段時間 在這段時間, 不如你交下公司的東西 讓我幫幫忙 我也是 我想趁這個機會學多點東西 拿多點經驗 我考慮過了 入院這段時間 公司部分職務的確需要找個人暫代 我決定交給Anson 由他暫時替著我的位置 但是Anson沒什麼實際經驗 我和大哥不在公司這段時間 都不會有什麼決策性的決定 Anson在法律部做了這麼長時間 Anson又跟過不少大項目 我覺得他比較適合 但在日常運作方面 Anson的資料也不太熟 日常運作大致應該幫到他 你倆不會繞著手不幫他, 是嗎? 當然不會了 不會? 就這麼決定吧 我吃飯吃飯 老爺, 所有事都安排好了 明天早就去做手術 阿芙, 爹地都入去醫院準備了 爹地, 醫生說手術的風險不高 你不用這麼擔心 對了, 我們到時都會來跟我陪你 是呀, 爹地 你一醒就看見我們在這裡 Anson呢? 可能這陣子婚心要扮婚禮的事 女兒是這樣的,女生外向嘛 我很累,我想去休息一下 好,我們先出去,你休息一下 那走吧 走吧,Tally 乾爹 二媽、三媽 對了,你爸爸說有事跟你單獨談 陪我看看 他有什麼事,單獨跟Anson談呢? 可能他說Anson做不行 站台的位置要面授機儀 真想不到,為何月叔 又會選了Anson做站台? Anson你臭大的,這樣就走流眼了 好吧,現在一定有眼鏡 看來我真的看低了他 可能他還在中間做了很多事 我們不知道的 Anson不是這樣的人 你認識什麼?你還跟別人說話 我們聽到好笑 Anson,你媽媽很早就死了 之後就有二媽和三媽在家 所以你經常覺得自己在家裡沒有地位 爸爸,你明早要做手術了 爸爸,在這個時候你應該好好休息 那些無謂的事,不要再想了 但我怕現在不說 以後我沒機會說 爸爸 Anson,你開玩家是一宗很難做的生意 現在我把這宗生意交給你 真的難做了你 那我只是暫代而已 我暫時能應付到的 是呀,你跟Beevers的婚禮 坐逼得怎麼樣? 我們打算遲些才行禮 為了我? 我們想你好婚才舉行婚禮 我們想你做我們的正婚人 我也想 不過你也要顧及一下 你那個未來老公的心願 你放心吧 Beevers很體諒我,很支持我 我知道 大姐,我知道你一向做事都很有分寸 我這麼多個子女當中 你是最知道我心意的 可惜,你不是男兒子 我已經很滿足了,爸爸 你看看,這個玉嘴是你媽媽送給我 我一直都帶著它 好像你一直在我身邊陪著我 我知道 媽媽一直都在你心裡的 你拿它 我不要 戴著它 我保管它,等你康復 出院的時候再給你 如果我出不了院,你戴著它 我們剛才不是說聲小一嗎? 我的兒子剛好也有聲小一 不是可以說是靠養豬嗎? 當然不行 你知不知道有人養豬派到第十四志願 也不知道派甚麼學校給你 是啊,我們剛才在說這個話題 所以我們要做定高火 選擇幾間心水的 如果養豬派不到第一志願 就要敲門了 她說得對 真的好,學校有很多人搶的 四十個才只有一個位 也要的,難道讓她讀一間不好的學校嗎 小學基礎打得不好 是會影響中學的成績 中學不行,你不需要二升大學 這樣就一輩子了 我兒子今年升小一 不如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商量一下 好… 你不要… 幾位太太,我知道前面有個好地方 可以坐下來商量一下 你們不介意我一起坐下來商量一下嗎 好… 好… 其實應該什麼時候開始去購門呢 等餃豬那天,你找你家人 去你心儀的學校排隊 等餃豬結果結果出來了 又派不到你心儀的學校 你就立刻可以第一時間 帶你兒子去特報名表 然後等面試,面試表現好就有機會收 幸好我拿了教育學位 現在終於有用了 只是報名表,也要有學位嗎 不是,他的意思是 他運到那家學校做教師 想幫兒子加分,到時就一定收 我之前為了小孩進入教會學校 我也做了教徒 我又不是教徒 又沒有學位做教師,這樣很問 那有沒有想想搬去一些名校網 或者會找個猛人向你寫一封推薦信 叫你老婆幫你 是呀 我是單親爸爸 看不出來 你一個男人帶著小孩很辛苦 你的樣子挺好,為何不找一個人 介紹我表妹給你認識 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我們別說這些事,我們先說派位 好… 好,謝謝 左一拳,右一拳,我們大家收一拳 哎呀,怎麼了 太好了 不可以打架了,謝謝 不可以打架 유럽, Hej 心曠神 陳侠娘 發君 你們一起溫書 有什麼不懂的要互相指導, 知道嗎? 陳校長, 照老仙 爸爸今天幫你看了一間學校 叫做文興小學 校長也好, 老師也好, 還有住校護士 文太喜歡現在的學校多一點 新的學期你升小一 不可以再在舊學校讀 那你讀多少學校? 小學讀六年, 中學再讀六年 那我現在才是十二 王仔現在的心算厲害了很多 之後呢, 就在英國讀大學 到時呢, 爸爸就陪你一起過去 在那邊開一間便利店 就買王仔吃的朱古力 睡吧 真好, 你做了手術兩天就這麼精神 我很開心 二叔在隔離病房怎樣? 他精神也很好 醫生說他休養多一個星期 就可以出院了 最近你經常看著公司的事 又要來照顧我, 辛苦了你了 別這麼說了 總之你什麼都不要想 最重要是安心在這裡養好新子 有時候有些事不想不行 你放心吧 二叔入院之前所交代的事 我和大志已經跟足了 一點錯誤都沒有 你二叔答應了的事 他一定會交出來給你 但是清臨計劃 我想他一定會拖住 我聽大志都說過 這是一個環保的食水循環系統計劃 你一直都放了很多心機 但是二叔一直都反對 所以才推行不了 你二叔是一個生意人 經常看著一盤錢 我不是說賺錢不對 但是賺到差不多 你也要回歸給他的社會 這樣吧, 等你康復 一會兒我們跟二叔好好談談 或者有彎轉呢 醫生說我起碼要休養大半年 但是二叔出院之後 他一定會拿回CEO來做 我怕他到時候會運用權力 令清臨計劃流產人 安心, 你可否答應我 暫時做著執行CEO CEO? 不是說我答應做就做到的 你不用怕你二叔 只要你肯做 而有過半數股東支持你 這樣就可以了 過半數股東? 他們怎麼會相信我呢? 我會找大志幫你忙 我有信心, 他可以說服其他人 在二叔未出院之前 就通過了這個計劃 幫爸爸多捱幾個月 爸爸 爸爸 我很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親自去完成這個計劃 楊小姐 青林計劃的藍圖 最終是令國內和附近 受到食水污染的對區 都可以透過這個食水循環和淨化系統 得到合格而乾淨的食水 看完的計劃書 我也覺得很有發展的潛質 其實早兩年 廣東省相關部門 已經通過了合作備忘錄 不過要在未來半年 要有一個具體的發展方案 否則這個計劃就會預期作廢 那你有沒有就這個項目 再跟二叔談? 其實我親意聽到大瑤先生和細瑤先生 討論過都不下兩三次 不過最後細瑤先生還是拖字缺 清林計劃投放資源高 帶回報率低 難怪二叔會反對 現在大瑤先生還躺在醫院 這個時候貿然再向他提出 豈不是給細瑤先生機會來一刀刺? 你意思是索性教兇二叔? 我想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辦法 我們要趁細瑤先生 還在訓室醫院的時候 來個表決 要把你的暫代CEO成為執行CEO 這樣清林計劃 我們就可以實質擁有他的控制器 我們現在說一個可能引起二叔 反面的陰謀 瑤小姐, 比起你二叔 用部分骨髓就想威脅大瑤山相比 我們做法是不是已經君子好多了? 好, 再考慮一下 好, 再考慮一下 你決心令我內疚? 不, 我最開心的看到你開心 現在爸爸的手術已經完成了 情況應該會好轉 所以你應該想起正確 想起開心一點的事 例如這個地方適不適合 在這裡辦我們的婚禮 Pervis, 我有些事還沒跟你說 為什麼我覺得會是壞消息? 爸爸想我當遙江的CEO 值得他好為止 我想我們的分歧就要退後了 你就是當你的CEO 我也不覺得跟我們的婚禮有什麼衝突 我想不到什麼理由需要延期 我想這個行動 一定會觸動到二媽、三媽 還有二叔他們的神經 你說得好像每個人都有陰謀 想爭奪家產似的 我想他們會這樣想 你不是說二叔已經要你爸爸 簽了一份合約 將幾乎所有東西給他了嗎?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更要我坐CEO這個位置 去保護他一個公益的項目 叫做清臨計劃 我覺得你正在選擇一條很難走的路 難走的只是一年左右 爸爸真的很需要我 而我就很需要你的支持 要支持你去做一件事 可能會令所有人都跟你對抗 一年左右 我想之後他們應該會明白的 但你無疑無疑把所有東西揹上身 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我都把公司的東西推給兩個弟弟去做 手術前, 爸爸跟我說 他說恨不得我是一個男生 我知道原來他一直都是孤軍作戰 我真的很想為爸爸做點事 雖然我不是很認同你想做的事 但我又不忍心跟你說不定 我未婚夫真是善解人意 我今天跟你說不定 就是因為想確保你一年之後 沒有任何不妨礙嫁給我 讓你可以做一個 一百分之一百開心的新娘子 謝謝 你也不客氣 你約我出來 應該是為了昨天 你跟我說特別股東會的事嗎? 我想先了解一下Benny的意向 雖然我是耀江的股東 但是我一向只專注在我的投資 有沒有合理的回報身上 至於別人的家事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很多人覺得 投票選耀江的CEO 是搖家維威的事 但我相信Ben 你會有更長遠的看法 就由你和我這兩個局外人 去討論別人的家事 我想不太適當 Ben 不好意思 李小姐 可不可以再給我五分鐘嗎? 沈先生 你怎麼看我爸爸的清林計劃? 我有詳細看過那份計劃書 很有創意 這個計劃表面上看起來是公益事業 利潤並不可觀 但是他所帶來的周邊效益 就不可以少看了 是嗎? 這份是朱三角有關機構 有份參與的意向書,你看看 如果這個計劃落實的話 我們姚江和你獨資的彼天國際 在朱三角洲 一定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透過投資公益事業 在有間當局建立我們公司正面的形象 況且他的回報也不低 Ben,值得考慮 我沒有懷疑你們的說法 但算我直言 我反而懷疑姚小姐 你現在又沒有實力跟阿勢姚先生鬥 姚小姐絕對得到大姚先生的支持 你放心 嬸先生,爸爸叫我記得跟你說 他是一個感恩同步的老實人 我也是一個三思後行的報實派 反正那個會還有兩天才開的 我想再想清楚 你的咖啡响樹,放鬆 什麼都已經做完了,安心等結果吧 謝謝 Koman 你好,Ivan 你們在聊天嗎? 聊完了 我正在找你吃午餐 附近開一間新的餐廳 甜品很好吃 我們剛約了客人吃午餐 是呀 那下次吧 是呀,下次吧 好,再見 再見 別怪你這種感覺 因為瞞著細瑤先生做事 所以面對Ivan有犯罪感 你都習慣了嗎? 如果換我,我就會這樣想 不想讓Ivan知道 因為不想他煩 這些就是你所說的EQ了,對吧? 我總覺得做應該做的事 就應該一心一意去做 好像明天的會 除了保護大饒先生的清臨計劃之外 你什麼都不用想 所有的事都交給我 最後議程五點六,大家有沒有回報呢? 如果沒有的話 剩下的就是大饒先生的動議 大饒先生動議加入一項新的議程 由姚毅欣小姐正式執行CEO的職務 直到大饒先生回來為止 大姐,爸爸說過Anson只是暫待幾天 不好意思 因為大饒先生的指示太急 所以來不及預先給大家一個電話 我今早在電話裡提到 你們幾位肯定不習慣查電話吧 好,現在夠法定人數投票了 是嗎?葉律師 隨時可以開始 Ryan,知不知道有什麼事? 連阿哥都不知道記憶 我怎麼知道 阿姐,不過我覺得這件事 是爸爸要他發功 不如由姚太太開始吧 既然老爺提議給Anson做這個位置 一定有足夠的理由 好,我贊成 Ryan 好,我也贊成 我反對… 請其他股東逐一表決 我贊成 我也贊成 我贊成 反對 反對 我反對… 反對 我贊成 我贊成 Ivan 到你了 我棄權 由於Ivan棄權 贊成和反對的人數各佔一半 七比七 最後一位 Ben 你的決定是… 我贊成 我贊成 Anson完全沒有這個行政經驗 我一直都有留意他 我覺得姚小姐很有能力 沈先生,謝謝你支持 我會努力向各位股東負責 這個議程正式通過 你們在搞什麼大龍鳳? 以為七位已經來防潮山衛 姐夫,你這次出現就好了 大致,不做法 細瑤先生,我想你誤會了 今天這個動議是大瑤先生提出的 業律書可以做戰意 你們是蛇鼠一波 這個我的表決,我不承認 這次這個表決一切合乎規地 所以他有法律效力 余小姐已經正式成為耀江的首席 但Anson,以後合作愉快 不好意思,我有個會議要開 我先走了 我也是 走遲了 我也要去開會,走遲了 你給我圈套 姐夫,你做所事之前 不是跟會員簽罰協議嗎? 二叔,爹已經簽了我的合約 已經幾乎把所有的事都轉到你名下了 你是真的不知道? 還是你的氣質這麼好? 你們倆哄我簽了阿龜敏的公司 把專案給我的子公司暗中做了手腳 我現在拿的,全部都好了 阿龜敏耀先生,你指的暗中做了手腳 應該是指公司內部結構重整 其實這是公司行政的手段 公司每幾年都做一次 目的是要去無存清 減低公司營運成本 令公司更健康 月初我就發了電郵給大家 難道你錯過了嗎? 阿龜敏,我們投贊成票真的對嗎? 想清楚,傻子 如果我們不支持你姐姐 將來你二叔拿著一份協議書 坐在CEO的位置,他會親我們嗎? 對 還有三媽,以前在我們和爸爸面前 也不敢按二叔叫姐夫 也就是,他姐姐死了這麼久 自從你爸爸進院後 他經常都是姐夫前姐夫後的拉關係 所以如果你二叔拿大拳 我們兩個拉就沒人走 那倒是,而且我覺得整件事 在爸爸背後話事 原來爸爸這次是早有部署的 你爸爸這樣做 明明是偷你姐姐上位而已 有時候的事不是強行推就行 我當真是讓他做CEO 二叔會不會就這樣算了? 一定不會 你爸爸遲早都會出來的 到時候還是由他說回事而已 你要聰明,爭取機會表現,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 我會這麼傻子坐在這裡等派餅仔嗎? 你二叔這次暫時可以說是輸了 不過這樣還好 以後我們可以投完一會兒 那你怎麼看Anson他? 你這年目前只不過是 不知道要把江山交給你還是你弟弟 他斷不會把姚家的身家 給一個外嫁女兒 所以你一定要保持實力 姚江遲早就屬於你 什麼?研究這麼久 你不是警察哥,什麼都做不了 我們看過,這次重組架構和資產轉移 都是用海外公司操縱 所有程序一點漏洞都沒有 而且完全是合法的 為什麼要把姚家交給我? 是大姚先生的意思 為什麼不跟我商量? 怎麼跟你商量呢? 你連捐住Ivan也覺得不安心 如果事先讓你知道 剛才細瑤先生殺你騰騰騰的殺入你 我怕你坐不穩在椅子上 但以你的職權 你這樣做萬一不成功的話 是會被秋後算帳的 只要表決通過新的CEO就會保住我的 你又想保護我? 整件事我都希望你是清白的 剛才你被細瑤先生質問的時候 樣子絕對無辜 每一個人都會覺得這件事與你無關 萬一失敗了,也只是我一個人是什麼 你為了我和爸爸,願意這麼做? 授人錢財,太人蕭哉 我還是做本份而已 我好像有點害怕你 對,也是時候學習提防身邊每一個人 姚小姐,早安… 姚小姐… 早安,姚小姐,早安 姚小姐,早安 姚小姐,叫我Anson就行了 不要再給不適合的人叫你Anson 好的 好 姚小姐,姚小姐,叫個司令長想找你 早安,姚小姐 這裡有幾份檔案要你簽署名的 好啊,好啊 你先出去吧,我看完沒問題 簽完會叫人拿回來給你 好啊,我先出去做事 好啊,我先去做事 姚小姐,我剛搬了過來 只是在門外面,有事叫我就行了 真的嗎? 怎麼這麼巧 是呀,我打算每天你差不多這個小時 會經過這裡的郊姜會嘗試看見不見你 你買了多少隻? 幹什麼? 快派位搞豬,我預祝望仔 可以派他第一次元民興小學安 這麼有心? 其實還有一重意義 就是我的離婚手續搞妥了 以後不用被人叫我陳太太 你說好不好? 好 你也說好嗎? 我請你回來 好,有沒有搞錯 搞錯了,你不要炸車 有沒有搞錯? 快點叫路中心停車,你累死人了 不好意思 是我老闆叫我立刻在這裡停車 你可以走了 未怕忙都得单 相恋很难 不需要得清宅 或者几句说话令你痛伤 新伴老人从未拍掌 我未忘记我有别人欣赏 我就是我决心坚守理想 无需要唱起 平凡都可有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